退休将军吴思怀在中华民国公教军警退休人员召开的宫廷会中 指出了对于台南市长赖清德不敬议会的看法 他指出民进党所操控最厉害的就是社会观感问题 民主法治是所有人包含蓝绿或其他政党都要遵守的 但民进党居然可以说了算 蔡英文到美国考察 讲到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 他将遵循中华民国的宪政体制下来推行国政 吴思怀想请问蔡英文 赖清德不敬议会的做法有符合宪政体制吗 如果蔡英文只会对媒体说尊重赖市长的决定 那以后民进党执政是否可以叫所有蓝营地方政府县市长 都比照赖清德不敬议会的模式 另外吴思怀也抨击国民党中央的执政相关部会行政院 居然都置之不理 党中央只会卡着红袖柱 不让他选总统只会森丫腾 让他们一辈子为党国效命的人看不起 一个地方院下市的市长为所欲为 中央政府及行政院居然可以冷眼旁观 吴思怀问相关部会在做什么还是怕什么 问蔡英文你在美国去口试说最后的话 我要在中华民国宪政体制下来推行国政 如果我当选的话 请问你赖清德这种做法是不是符合宪政体制 如果你只说尊重啦 只说个人的选择这种空心菜的话 那么以后假如你执政了 民进党执政了 我是不是可以呼吁 来迎所有的地方政府都用这种模式 这才是对民主政治最大的伤害 那我们要逼迫民进党中央表态 你认不认同 你不要光说场面话 第二问 问国民党 刚才有教授提到你是现在的执政党 你没有声音吗 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在哪里 你搬出来念条文给他听嘛 党中央在干什么 只在卡红袖住吗 只在搓原子汤吗 让我们这些一辈子为了党国效命的军人看不起 明川大学教授西大林也表示 国民党及民进党在台南市议会的党团要思考看看 怎么让双方获得共识 换副议长郭信良或其他资深议员来主持议会 所有法案及下半年度的预算看要怎么切割 让议员能够回应民意的需求 民进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 但执政的国民党不应该去回避这个问题 因为赖清德不进议会的事件 必定会影响到总统大选及立委选举 那确实在这个法律的问题上来讲 比如说我们只看地方制度法的规定 我想我们当然可以把它提升到 有关于这个大法官解释或是宪法的层次 可是单单从地方制度法的规定 比如说那个79条讲到说这个议员在什么情况之下 他解职嘛 可是现在目前 这一个审理中的案件并没有定验 所以这个所有的台南市的市议员 包括李全教在内 他们都还可以行使职权 那如果按照79条的规定 这些议员的职权并没有被剥夺 他们可以行使职权 那么按照地方制度法的什么 的规定来看 那个48条也是我们今天的 新闻稿里面也有提到的 那48条的规定就有说了 说这个议员呢他应该要什么样 应该要这个提出咨询 然后直辖市的市长 应该要提出施政报告 应该要率领了这个市府的一级主管 然后去这个列席这个议会 那这个是从法律的规定来看 那问题是今天那个赖清德市长 他已经否定了这种所谓法律的这个规定 所以即便我们知道法律的规定里面 有一些其实还是要采用政治手段来解决 那比如说这个赖清德市长 他想要他要把那个冲突呢 要把它缩小要集中到这个李全教 艺人的身上 那他大可以去运用地方制度法第48条的规定啊 那你可以把什么 你可以促使台南市议会的民进党籍的议员 总共有28人啊 你可以去提出这样子一个罢名案 吴思怀补充说 台南市民除蓝绿外 中间选民为何不出来说话 现在府会之争如此严重 现在不站出来讲话 以后可怜的是后代子孙 难道就要任由这种霸凌民主 霸凌法治的人来当市长 如果大家认同赖清德 这个不进议会的模式 那么下届县市长选举的县市长 大家都可比照办理 记者黄俊怀台北报道